这个烟到底怎么戒呢 是吧 到底怎么戒呢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有效戒烟 根据你刚才所测试的那个啊 我们要早戒早受益 前面也给大家讲了 早戒了之后呢 因为戒烟时间越长 死亡和发病风险就越低 所以我们早戒早受益 第二个呢 不要相信一些人的一些孤导 说这个抽烟能够集中精力 增加机力 错误的抽烟呢 损害脑细胞 降低你的机力 之所以你感觉抽烟之后 能够集中精力 那是烟瘾在作怪 也恰恰是烟瘾 导致你整个出现这种现象 你一旦停了以后 就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老想吸 要想彻底改变这个 我们一定要戒烟 第三个呢 就是戒烟过程太煎熬 是自制力不够吗 不是 因为戒烟呢 我们所说的尼固丁 它就有烟碱吗 它对我们人体就有成瘾的这个作用 而且呢 也是有一些人在戒烟之后 出现了戒断反应 让我们很不舒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是异力不够 而是需要异力 我们在坚持的情况下 是可以戒掉的 比如说我们在戒烟 一会儿我要给大家几个方法啊 去戒烟 那么戒烟反而带来身体不适 这个呢 你不用担心 这是你在健康路上 在走上坡路 这是好事啊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长期对身体造成损害 这是因为吸烟多年了 你吸烟多年了 这些烟草物质在给你造成损害 在戒烟以后呢 恰巧发病 所以你感觉导致极度的不舒服 之后呢 我们逐渐的 这些症状都会减轻 前面也给大家讲了 有的人是从两天开始啊 逐渐的在减轻 有的人呢 是从14天以后 基本上在一个月左右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 要走出误区 第一个误区呢 就是有人说了 有的人吸了一辈子烟 也没什么事 千万别被这些少数的漏网者 我们也可以叫他幸存者忽悠了啊 因为这些人呢 吸烟呢 平均寿命 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 短十年 一定要人体高度的重视 被别人误导